好,我们来看第13题的类题 数字感觉大了一点点 但方式是没有变的 -5的一次方那就是负的5分之1 减掉-5的二次方这是正的25 所以是不是减掉25分之10 再加上-5的三次方是负的 负的负正得 负号,就这样一个一个推而已 而5的三次方是5乘5乘5 125分之20 OK,这是125 然后再-5的四次方是正的 但前面是减 所以这个叫做625分之40 好,我会建议 如果你现在一开始不熟悉 就是把它弄出来就好了 再来这两个约分 5、2 这是5 那这里用5约 5约5倍更正 用5约4倍 这个叫做25 这个用5约它叫做 840,这个是125 好,赞,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都是负的 所以与其这样 我们就把它全部 变成一个大分母 分母全部把它统一成125 OK吗 同一成125 那5分之1就变成负的 5变125是25倍 所以这里就是负的25 再减掉 5变成125也是25倍 所以这里会叫做25倍负的50 再减掉 5倍5是20 再减掉8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等于125 分之 好,其他合并 70 95 103 负的103 数字有点丑 可是答案是方向方法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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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